台湾港务股份有限公司花蓮港务分公司 为了有效活化港区资产 今年1月办理大礼堂公开捐选 日前顺利开标占地1400多瓶的大礼堂 预计斥资400多万元 搭造成专业优质的运动场馆 最快今年底营运 期盼成为花蓮羽球选手培育的基地 台湾港务股份有限公司花蓮港务分公司 为有效活化港区资产 今年1月将位于花蓮市海岸路行政大楼旁 占地1400多瓶的大礼堂办理公开征选 在1月底由在地羽球运动业者羽动回栏 得标成租5年 预计将赤资近400万元打造变身 成为专业优质安全的运动场馆 我们大礼堂原则上就是出租给业者短租的方式 办一些特卖会 比如说一些家具的展览 家电展览或是休闲零食 生活用品展览等等 不定期的一些特卖会活动的短期租资 但是在这个整个活化使用上面 公司还是希望能有一个比较长期的业者来做经营 这样是比较有效益的 所以我们后续我们就办了一个标案 把整个大礼堂出租给需要有正当活动 体育活动的业者来做一个使用 我们会以羽球竞技为主 后儿童体制能为辅 花莲的小朋友小选手有一个可以接受正规训练的场所 那也希望未来这个场地可以开放给花莲市的其他民众 有多一个运动休闲的好地方 临近无敌海景的大礼堂 周边还有田径场和自行车步道等 业者预计花费一年时间改造硬体设施 进行室内装修建制 同时申请变更使用执照 改造成专业优质安全的运动场馆与休闲运动俱乐部 期盼投入相关社会体育推展工作及全民健康乐活运动 成为在地与球选手培育基地 扎根基层永续发展 记者长方言 华林志报导 请编和声器人计划